纯白柳絮震震飄落在风中飞舞 民众拍下着画面跟直呼 卢州柳堤公园这里下雪了 柳絮纷飞景象虽然美丽 但有些人却不堪其扰 如果没有戴口罩就都沾到平坑下去了 那些都很多了 夏天都会飞起来 白天那都有啊 会不会担心过敏 不会 我不会了 三月正式水柳树开花季节 水柳裂果后夹带种子随风飘逸 不过毛茸茸的柳絮容易引起过敏 所以公所特别派员整理 避免影响前来公园运动的民众 不过若想外出走走 可得把握好天气 因为这一周要开始下雨了 那明天的白天封面接近 明天的晚上开始 封面过了以后呢 伴随着华南云与区云下 这样就会比较全面一些些了 又有封面报道 二十一号是春分白天各地人温暖舒适 但是以花都会有局部阵雨 中部以北地区也预估有零星短暂正雨 天气变得不稳定 周二因为封面通过东北气风增强 各地降雨情形变明显 北台湾就会转凉 低温下探十六度 到了周三 中部以北地区局部得留意较大雨势 十两天气到周四 得等到周五才会逐渐回温 中部以北都迈不地区 持续性降雨的状况比较显著 南台湾的话 比较属于短暂雨的形式 等于这一周外出都要记得 攜带雨至天气变化 大家都很关心 长南2.5小时就这样照住台湾 气象局长证明点解释 这是原型杂讯 因为拼接过程 没消除完全的杂讯 才会如此 直到成因后很快就消除 不过这特别景象 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特别新闻连志旧宣新北报道 但是你不会再 接近一点 在说暂时